哈喽大家好我是Zoroka 今天来跟各位分享的游戏是 Mario vs 冬奇缸 那这款游戏是在年节假期刚结束之后 推出在任天堂的Switch平台上的 它原本是在2004年的GBA推出的作品 拿出来翻新重置而成 这款游戏属于一个抑制玩法的游戏 画面也因为重置了之后 所以变成了标准的Switch品质 包含在画质啦 萤幕比例啦 音乐音效等等的 连锁码的震动都有完整的支援到 虽然是一款玩起来节奏稍微慢一点 好像老游戏的感受 但整体的体验呢 还是会跟现在的游戏有相同的规格 它的故事简单来说就是 冬奇缸跑去玛丽欧玩具工厂 偷了一大堆的玛丽欧发条玩具就跑 那我们的玛丽欧当然就是要追上去 给他好好的反降一君 把他的东西给抢回来 玩法上来说真的是非常简单 但每一个关卡都还是要稍微思考一下 才有办法轻松的给他突破 一般来说它的关卡大致有分成几种 第一个就是一般的解谜关卡 我们的玛丽欧要在上面利用移动的方式 拿到宝箱并且取得钥匙 打开门进入到下一个关卡 第二种是BONUS的关卡 这个是在每一个大关玩一玩的过程当中 会突然跳出来的BONUS 那他可以拿一些家命菇 时间算是还蛮短的 要一边吃家命菇 也要一边去追钥匙来开宝箱 如果你没开到的话呢 那个BONUS的量就没有那么多 不过如果可以突破这个关卡啦 拿到的命真的是还蛮可观的 第三种则是带小玛丽欧发条玩具的关卡 那这关卡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因为要让他去吃TOY三个字卡 这些小玛丽欧的发条玩具啦 他们本身是不会爬楼梯 或者是通过一些机关的 必须得要经由我们带着他呢 才有办法让他吃到TOY 并且回到他的箱子里面 把箱子带到打魔王的关卡 第四种呢就是挑战东启刚的关卡了 我个人是觉得还算蛮简单的啦 他的复杂程度啊 跟一般你会玩一些什么魂系的啦 或者是一些比较硬派的动作游戏的 比较起来真的是简单到一个不行 甚至啊比小型的解名关卡都还要再简单许多 毕竟在打解名关卡的时候啦 有时候真的是顺序一个搞错就可能会挂掉 但在挑战东启刚这一块呢 个人觉得有命可以拿来挥霍 自己本身要把他给打败的速度啊 也可以还蛮快的啦 当然也有一些小技巧部分 例如说可以在进到每个关卡的时候 可以先按R键去看地图 在看地图的同时呢 他会有暂停时间的效果 也可以先看完之后再来仔细思考 到底我们要以什么样的路线前进 哪些机关该先按 哪些机关该后按 哪些怪物该先打 哪些怪物呢让他可以到旁边去 然后利用机关把他给关起来就好 这些都是可以先利用R键 看一下地图可以有什么样的不同变化 把敌人丢来当站立点的时机啊也蛮重要的 毕竟有些地方过不去啦 只要站在敌人的头上就可以轻松的跨越 那有些关卡啦还会有时间限制 而且他的时间限制会让人比较紧张一点 像是那个岩浆灰子不断的冒出来的 哇这个在玩就真的得要稍微花一点脑袋 整体的操作也要稍微留长一点才有办法顺利突破这种关卡 那机关的部分会随着关卡的推进开始有慢慢不一样的 例如说到中级会有一些会吹的地方 那这些会吹的花朵呢我们只要站上去就可以被吹到更高的跳台 或者是会被吹到横向移动 那有些道具呢可以利用吹的方式把它给运送出去啦 算是还蛮有趣的新解谜方式 简单来讲就是初期的他可能有一部分呢解谜的方法差不多 但当你开始习惯之后呢他就会再加一点新的方式 让你去尝试解谜 所以我觉得这块的变化呢是他游戏的设计 一个蛮富有趣味的地方 动作的变化其实还蛮重要的 因为主要就是我们的玛丽欧嘛 会有各种不同的动作可以拿来给我们操作 一般像是跳跃啦或者是举东西去投擲啦 这些都是比较简单的一种操作方法 或者是左右移动 这个应该不用特别讲才对 再来比较难的会有一些像倒立走 他不会被空中掉落的东西打到 还有啊倒立可以往上跳也可以跳更高 不过在第一下要跳倒立之前呢 假设我们是在活动跳台的话 那有可能会掉下去 如果是倒立再往上跳 掉下来着地之后呢再倒立一次 再跟着马上再跳啊 他等于是两段倒立跳 可以再跳得更高一点点 那有些地方他会教你这个技巧 之后该怎么使用的话呢 就得要自己去想办法运用 另外还有冲刺回马枪的弹跳啊 也可以让自己的玛丽欧跳得更高 这些都是可以再突破一些地形的障碍啦 会变得更好用一点 绳索也可以在上面横移啦 包含旋转在上面当来当去的时候 可以让跳的地方变得更高 这一块都可以让自己在操作的时候 拿来不同的时机运用 另外他也有支援到双人玩法 只需要单边的Joycon 就可以给一个玩家来使用 也就是你买台Switch回去啦 两边的Joycon拆下来 一个人一边 就可以来双人游戏 总共会多上一道锁 所以两个人呢 在解的时候时间会再稍微长一点点 而且因为两个人可以互顶喔 所以有时候可以把别人给顶下去啦 啊不是 把别人顶到一个更容易破解光卡的地方 那我觉得这一块是在双人操作的过程当中 可以去好好注意的 Bug的部分啊 那我自己有碰到 不过不是游戏的Bug 是我自己制造给自己的Bug 在差不多前几个关卡的时候啊 我就有碰到其中一个地方 把敌人给丢出去 原本我是想要把他丢到平台以下的地方 就是不想要理他啦 但是我一不小心把他丢到那个玩具球旁边 那因为那边会变成没有站立点 而且我跳过去的高度呢 也没有办法站到敌人头上 变成只能够用换命的方式 从来之后呢 再注意不要把他丢到同一个地方 这样才有办法过关 那这个算是我自己有碰到的一些小小问题啦 因为有时候在丢东西的时候 他的距离呢 可能会比较不一样 有时候丢会比较远 有时候丢会比较近 当然跟你跳着丢拉或者是跑着丢拉 都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总结的话 我觉得这款游戏 节奏会比较慢 跟现在在玩的一些比较追求刺激感的游戏来讲啦 他是相对的慢以外 还会相对的需要一点点思考的空间 所以整体的观察是真的非常重要 尤其是在按R的肩键的时候 他可以先观察整张地形 有什么样的机关 什么样的怪物在走 有几个宝箱需要拿 甚至门的钥匙在哪里啊 全部观察好再行动 对于这款游戏来讲是蛮重要的点 真的不能急 只能慢慢来 因为有时候急了 像是火焰在地上这样一直不断跳出来 冒出来 冒出来 这种有节奏的啊 你只要一击啊 很容易就会不小心挂掉 整体的通关时间 应该是不会到非常长才对 因为他在过的时候的速度是蛮快的 可是要拿到全部的行星 有一些关卡还是得要重走 而且有些机关是真的比较讨厌一点 我自己在玩的过程呢 会挂个蛮多次的 那大多也都是挂在一种心态越来越急 如果玩完心态太急的话 就可以自己稍微休息一下 然后再重新出发 也许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那对于冬奇钢啦 我是觉得如果挂个几次喔 他的行星没有拿到啊 也是会稍嫌可惜 所以可以再重打一次 好好的试试看呢 把它给完败之后 拿他的行星 这样子在通关之后啦 才会有比较好一点的结果 当然马力奥vs冬奇钢这样子的游戏喔 其实我觉得就蛮适合在掌机的模式上面出现 因为他是数一个可以慢慢解构关卡 解构关卡 然后也不需要到非常久的时间 而且玩起来会有一点点像奇诺比奥队长的那种味道 只是整体的解谜方式比较不一样 那还有一些小小的技巧啊 例如说像爬绳索啦 单边爬绳索再往上爬就会比较慢 如果两只手左右各抓一条往上爬就会比较快 因为这时候会运用到脚 但是他在下降的时候呢 如果你是两边啊各握着一条绳子 这样子在下降的时候就会变得比较慢 如果你是只有单抓一条线的话 要下降速度就会比较快 里面会有很多小技巧啦 也会有很多新增的机关喔 如果有碰到就可以稍微思考一下 该怎么去运用该怎么去解谜 当然他的时间是有限制的 所以还是要在时间限制以内还好的通关 这样子呢才可以得到一个好成绩啦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了 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在下面点赞并且分享 也别忘记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我是罗卡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啦 拜拜